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談到今年的評審概況 我就要想到我們的大環境 我也是常常會爭取說 我們的數位藝術類 是不是有這個可以出頭的 最主要就是數位藝術 跟其他的各項的展覽不一樣 他們都是以媒材來分 這個數位藝術它獨獨 它不根據媒材 它是根據它的軟體 或者是創意 所以創意應該是最重要的 我想這個時代是在進步 那只有數位藝術 它是跟著時代跑 今年它是有一個共同點 它就是心象跟物象 那種糾隔 那種組合 三件作品不約而同都在談這個事情 像第一名李韻蓉 你可以看到他 那個Lucy那件作品 它就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擴增實境 就像寶可夢一樣的 一個立體的東西 跑到一個實境 那個藝術那邊 然後讓它突然間出現 讓大家有一個意外 但是這個李韻蓉 它有一個獨特的方法 它就是它不用這些 它不管是那個角色 或者那個實境 都是自己畫的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這次覺得蠻特別的 那第二名這個人原來是學建築的 那我也覺得很難能口貴 那建築它居然呢 用那個3D的軟體呢 去做一些這個媒體上出現的 視覺符號或者視覺元素 然後把它這個用3D做成的這個角色 好幾個角色啊 然後呢讓它自我旋轉 不是是角色自我旋轉 而是整個畫面自我旋轉 這個我是覺得也是過去比較少見的 三民的陳廷君 他是用那個裝頻道的那個影像 同時播出來 那旁邊還有一些裝置的這個植物啊 那他就是要把那個實境 跟自己腦中的一些形象 跟他組合起來 所以也是很特別的啦 台中真的不容易的 他有一個全國美展在辦 又來一個大墩美展在幹 經費實在是也是很嚇人的啦 所以呢也希望是說 參展者啊能夠更加踴躍 台灣呢才會更加的發光發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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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